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你们提的 你们都有提 其实那个call是在国阵嘛 是在武统里面的 所以好像你S马华这样子 你们是在看的 因为你们看的东西 可能跟反对党看的东西 有一点出路 有一点不同 你觉得政治逼宫 在目前的这个局势看来有可能吗 逼宫就是武统里面逼宫 目前我们看起来有可能吗 武统里面还有人会逼宫 要让这个纳基下台吗 肯定你可以看得到 到武统里面 首相也面对他的挑战 但是 It's not for me to speculate on他们的政治 我认为 as long as geo geo rejecting 有这样的cheting 他开下台 他下台 但是我只是认为 我们不要太制造政治的恶性 政治的阴谋 来得到一个政治的目标 这样呢 会制造到不愉快的 政治的发展 这边skype我们又有一个网名 他有问题 他是说想问嘉宾们 如果东义首相下台不成立 有什么替代方案吗 我想在这个 在马来西亚的宪法里面 在合法的管道有很多方式 如果 国正的理事会 13个成员党有这个勇气 12个里面都说 我们要首相下台 我想 国正的领导成我要讲 肯定有这样的勇气 但是可能他们的看法 又不同 他们的出发点不同 我不可以讲 如果他们勇气 不支持就是没有勇气 不公道 稍微 steady a bit 没有所谓不公道 这个我讲的 因为你也是这个政治家 你知道政治还有其他的很多 其他例数 所以我想如果 如果我还是觉得 这个回到来 是勇气的问题了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 什么是对和错 只是敢不敢讲出来 所以如果现在国会的动议不能 然后那些12个成员党也不能 他们也没有 他们也继续支持 其实还有很多方式 还有什么方式吗 就是网民想知道 我们不排除反贪户局 控告首相 有这可能吗 当然有可能 法律是高于一切的 如果反贪户局继续调查 所以今天统治者的言论 它是有中立性的 他不是说要Najib下台 他说继续调查 如果反贪户局 因为我们说SPRM或者是MACC 其实它是在阿贡的底下 所以现在就等于说 统治者已经给了一个绿灯 说你们继续调查 如果调查到发现到真的是有滥权 那么是有权力控告 任何人 不管你是首相周大臣 部长都有被控告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还有其他可能性 就是由 资政党本身的这个 武统 本身的最高理事会觉得 事后到了 我觉得我们不能再 继续让这个局面不稳 这个这种半天调的情况继续 如果武统决定要首相下台 还是也可以 所以我想其实还有很多管道 很多方式 我想这个 这个 我们作为国后议员 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 我们做我们的工作 到别的 每一个不同的单位 他有他自己的角色可以扮演 这样 达兽 你觉得现在国政最高理事会 就武统最高理事会那边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要让首相 这个胆主席要换 在政治什么都是可能的 什么都有可能 就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还认为我们不可以太激动 不可以无导 无辱 我们要给一个时间 Let the due process take its place 我们常常讲在法律上 Let the due process 但是在政治上也有政治的 process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制度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很复杂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感受 有时候种族的课题 有时候是宗教的课题 变得真正的 the utilitarian view 就是要看整个大局 我相信最后最后会有政治的 solution 其实我有一个很大 我其实比较好奇的就是 当这个 统治者理事会就是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文告 就是刚才前副首相姆佑定有说 他刚刚最新的新闻 他是说 这个这种发文告 他发文说是one mdb 他没有针对那个个人的不否 对对对 可是他发这种文告 其实是很含有的 就是很罕见的 可是很不寻常的一种做法 这个只有在相当 相当紧急的状态底下 这样子的一个文告会不会引起一种效应 就是有更有更多的人会引起会让更多的这种 肯定有他的政治的 impact 有政治的 impact 因为好像阿卫比讲 this is out of ordinary this is not normal 所以不同的人会不投拿钱 不同的诠释 但是你看 你看Azmin Ali 他讲 oh don't politicize 但是肯定 你讲不politicize是假的 没一样事情在马来西亚 现在就是被politicize 所以我们看发展到底他们是针对什么 是针对错误的 还是他是针对首相 现在每个人都想他针对首相 但是看到时看 假如针对首相 假如有政绩 好像我也会讲 ACA还是会 anti-corruption还是会进入 还有其他的单位都可以 所以我们不需要 没有去发动不可以 没有做 因为the process is on so 我认为要比较成熟性 this is a democracy we must have confidence in our system we must have confidence in our politics we must have confidence in the opposition we must have confidence in the government 到时马来西亚 比如我们根基 这样种这种order 这种susunan下去 这种比较冷静的 我相信我们马来西亚 还是很好的前途 是很好的前途 但是刚才中华两位讲说 政治毕宫是什么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的 其实我们不能叫它毕宫 我不觉得这个是毕宫 我想的 Berset的时候是毕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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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马上要下台 所以你看制造这个问题 因为你马上要首相下台 我们有法这个立法 你可以去立法 托上不信任票 好像Web讲 这个是他们的责任 所以这个你讲Berset 马上要毕宫 这种是毕宫 所以我想认为这种不健康 我想没有所谓毕宫 但是Web因为现在Berset看到 然后这个 这个洪 现在他不要 他不同意 那个时候他同意Berset的 不 我也没有 我继续还是应该要有Berset 因为这个是很不同 我想我们用词呢 要比较妥当一点 毕宫在如果我们看电影的话 是带着军队 或者是宫内里面的军队 围造着这个皇帝 然后说你不下台就把你的口 砍下来 今天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今天呢我想应该是各自表达他的立场 然后反对党表达了 所以我们要首相下台 前首相表达了他的立场 那么不同的这个政治势力团体 都互相表态 我觉得现在人民最奢望的就是 武统当然作为最大自政党 他各有各样的声音 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 这显示出他扮演了他自政党的角色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自政党周边的这些国政成员党呢 人民觉得非常失望 因为他们不敢表态 也不敢表示呢 他们在这个课题上有任何立场 要么就勇勇敢敢的说 我觉得首相做得很好 继续留下去 要么你就说 我也认同林良师的意见 他也应该下台 我们不能含糊的说 我们没有立场 我想这一点才是 我还是认为 最失望的 我还是认为 什么事情都是有他的代名 我们不是好像以前皇帝的时候 马上好像错的砍头 也有代名 有有有有 所以你的代名是首相应该什么时候才来的 真的 不是轮到我 我现在在看你们国议会 你们有亲个国议员吗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 马华有亲个国议员应该要 马华肯定我们会考虑 好像我讲我们是utilitarian 是否政绩到哪个地步 这个是什么 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 还有其他因素 那我们看一下晚明的一个问题 他是说为何我们不能像澳洲一样 顺利将首相拉下台 是啊 我们觉得是这样 最好就是这个自政党本身有这种自知之明 澳洲的好处就是自政党本身经常检讨 当然有的人说换首相换的多 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民意调查 他们也通过一些国会上的反应 或者是一些政策上的设物呢 自政党即时去纠正它 就做出改变 那么今天我们 人民的这个耐心已经有一点 也已经到了极点了 已经到了极点了 所以呢 只希望我们可以在国会里面呢 可以推快一点 不过看起来 由刚才这样子我们看起来 在国会里面提成不动 不信任的动议 对首相不信任的这个动议 看起来成功的这个几率 我还是乐观的 我还是乐观的 你也是乐观的 我还是乐观的 我还是觉得 我 我可能对比那都 对他自己的政党还有信心 我觉得国阵 要找出25个有良心有勇气的 应该可以找得到